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7日星期三的第二節 我們一起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特區政府自從2月底開展疫苗接種計劃到現在 已經有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但至今只有大約50萬名市民 打了疫苗 當然進展不是太理想 於是特區政府的官員 不斷走出來呼籲市民打針 其中一個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他昨天在他的局長網誌當中宣稱 當有超過一半市民完成接種疫苗 我們才更有條件爭取進一步回復正常生活 我相信很多人聽完陳局長這番的說法以後 都會是相當惡然的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陳肇始在網誌上是怎樣說的 他就說 現時雖然已經有約50萬名市民接種了新冠疫苗 但是在科學上要達致群體免疫的效果 仍然是有一段頗長的距離 大家仍需努力 當有超過一半市民完成接種 我們先更有條件爭取進一步回復正常生活 包括經濟 社交活動和跨境出行 真正走出逆境 實情他所定出來的一半市民打針的目標 就相當無厘頭 我真是想質疑 究竟他定這個目標出來 有沒有科學根據 政府曾經承認過 限聚令究竟限多少人數 其實就是沒有科學根據 究竟這次定這個目標有沒有科學根據 另外我又想問 到底現在大陸 澳門和台灣 接種疫苗的比率又去到多高呢 是不是 照計都不會高得過香港多少 但是為什麼人家已經能夠回復得到正常的生活呢 很多地方已經是 連口罩都不需要戴了 就已經可以回復經濟活動了 大部分了 為什麼人家也可以 你又不行呢 到底打疫苗 是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呢 大家都看到 大陸近這幾天放假期 馬上就已經出現了報復式的旅遊 很多景點都是質滿人的 那這個算不算是正常生活呢 還是在你陳肇始局長的眼中 那個才不是正常生活呢 大陸去到上個月底 疫苗接種率就是大概7% 香港有750萬人 50萬人打了針 比例大概就是6% 7% 大家都是差不多半斤8兩 為什麼人家已經差不多搞得了 香港還說要搞這個措施呢 是不是特區政府其實太過執著呢 陳肇始那篇網誌 最後那段就提到 說他們正在積極地研究 如果是有一定數目的市民接種疫苗 是不是可以對社交距離措施 作出進一步的調整 我想請問 如果你長期都不達標的時候 你是不是長期都不去調整 不去放寬這些社交距離措施 或者是使得正常生活都不能夠回復呢 如果那些市民真的不打針那怎麼辦呢 他跟你鬥長命 他就是不打 那你逼他打 不行的嘛 那你怎麼做呢 你難道長期都說 繼續來維持著現在的措施 難道一輩子都維持這些措施了 你怎麼向那些受影響的業界從業員交代 現在失業率升到7% 你當局長的 究竟有沒有了解民間疾苦 還是不吃人間煙火呢 經常拿回復正常生活出來 引誘市民去打針 當然你做得這份工作 你就是要說服市民 勸點市民去打針 但是你用回復正常生活這個借口 究竟有沒有說服力 到底你眼中的正常生活 和市民眼中的正常生活 那個定義是不是相同 可能有些市民的眼中就是 香港無論如何都已經不能回到以往的正常生活 他打不打針也是一樣的 他怎麼會聽你講才行的 你的正常生活和他的正常生活都不一樣 不是說打了針就可以回到頭的 所以你怎麼勸他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這時候說到什麼 跨境出行是回復正常生活的其中一個項目 跨境出行其實就是雙向 我都說過很多次 有些國家旅遊業是他的經濟支柱 你不需要走過去跟他談 他都會自動開放給你的 只要那些遊客是向他們出示得到 是曾經接種過疫苗有證據 就可以放生他入境 是不需要隔離的 遲早都是往這個大方向走 有些國家他一有條件的話 肯定就會第一時間放寬 因為他要振興旅遊業 難道他繼續搞鎖國 這個時候 你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 又有沒有相應作出調整呢 到現在在外地反港的市民 你還說要隔離多少天 隔離不是問題 現在你要催谷市民去打針 你一定要提供誘因給他們 那些打了針的 出去了外遊然後回香港又要隔離 又或者那些人在外國已經打了針 他要回香港又要隔離 我真是想請問 打不打有什麼分別 你也要作出一些調整 你要告訴市民 打了針之後有什麼好處 不是一味道 你打完針就可以爭取到 要進一步回復正常生活的條件 多餘的 你會否回復又如何呢 還有 現在這班官員就走出來 想催谷市民去打針 我想問 到底建制派又在做什麼呢 有沒有積極地配合政府 來動員他們的支持者去打針呢 他們搞街站就相當積極了 又說收到有多少百萬的簽名 怎樣怎樣 我完全不會質疑那些簽名是假的 我當全部都是真的 既然有這麼多人去簽名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相應的人數去打針呢 只有五十萬 我當那些全部都是建制派的支持者 你還有兩百多萬人還沒去打 那那些人在哪裡呢 是不是需要問責 為什麼動員能力會這麼低呢 建制派都要配合政府施政 都掃走了那些反對派 如果建制派是能夠動員市民去打針的 至少現在有兩百五萬人打針了 可以去到三分之一 那為什麼沒有人動員呢 我真的不明白 現在只有特區政府在這裡猛說 建制派都要動員 那麼多地區組織 林鄭昨天說到 說現時科興疫苗和復必泰疫苗都供應充足 接種安排十分方便 因此 越早接種疫苗 就越早可以享有完成接種的身份 從而符合 日後方便出行或者進行某些活動的條件 他也是用這些方便來引誘市民去打針 但是我看到 原來美國剛剛有一個新的公報 他們這個公報跟林鄭可以說是完全南緣北切 白宮發言人沙奇說到 說美國政府是不會簽罰所謂的疫苗護照 因為 美國政府就想保障美國人的私隱 不希望疫苗護照被用作不公平對待國民的系統 而且美國政府將會發佈指引 去解答國民對於私隱安全或者歧視等的憂慮 別人想得很周到的 以人權作為出發點 因為 一搞疫苗護照的時候 當然會造就一些不公平的現象出現 因為 在社會上 一定有一班人 比如說體質比較弱 或者他是長期病患者 他是不適宜接種疫苗的 一定有這些人存在 比如說唐英年 他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他自己都說不適宜接種疫苗 蔡堅醫生也是這樣說 那怎麼辦 如果有些人不適宜接種疫苗 豈不是 他在社會上遭到一個歧視 因為他不適宜接種疫苗 所以他就拿不到林鄭口中所說的 完成接種身份 又不符合日後方便出行 或者進行某些活動的條件 豈不是把一班人區分了出來 所以美國就考慮到這一點 就不搞疫苗護照 當然疫苗護照搞與不搞 有辣有不辣 但是林鄭有沒有考慮到那班不適宜接種疫苗的人 那班人又怎樣呢 英國搞的疫苗護照 又會有什麼資料 在疫苗護照上顯示呢 那張所謂 COVID status certificate 就會顯示得到 那個人在過去半年裡面有沒有曾經接種疫苗 近期檢測的陰性結果 又或者他是感染了然後康復的 那就是擁有抗體的康復者 有三款的 人家陰性都可以 或者是中了招的康復者又可以 都有這個疫苗護照 林鄭會不會考慮一下周全一點呢 你不要只是一口打針打針打針 當然是一個方向啦 但是你喊不動的人的時候 你也要轉一下 是不是呢 不是經常在喊喊什麼 那些人不聽不聽 我們又看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昨天在Facebook發表了貼文 他又提到 說復必泰疫苗供應期有限 想接種要趁早 這句話就真是 令人廢解了 到底什麼叫復必泰疫苗供應期有限 是不是代表着 這個復必泰疫苗 打完政府所買的劑量之後 就不會再補貨還是怎樣 為什麼供應期會有限 你可以再買的 是不是 買不到啊 別人不接受你的訂單 還是怎樣 為什麼供應期有限 我認為他需要再在這裏多一點的展述 才行 如果不是真的聽不明白 為什麼供應期有限 打完就沒有了 他不再生產 沒有理由的 這麼賺錢是不是呀 為什麼供應期有限 是不是打完這些之後 還有科興存貨 市民要去打科興 你是不是想表達這個意思 他又沒有這麼說 其實他想表達什麼呢 為什麼供應期有限 想接種就要趁早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